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62章弥生 他说弥生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 要及时地送往医院治疗才行 不然的话会很严重 小丽答道 扯吧 这女人的医术是谁教的 这也只是心肌梗塞这么简单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走向前 他伸手在弥生的手腕上搭了一下 然后换了另外一只手 又搭了片刻 片刻以后他松开了弥生的手道 这老和尚现在的情况 恐怕送不到医院 你是医生吗 刚才那个和叶浩轩说过话的女孩 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是医生 叶浩轩点点头道 突发性脑穴宫血不足 导致心肋出现大幅度的梗塞 症状上来说 是和心梗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 这一次是脑梗 真子医生 这是不是真的 师父他到底怎么了 女孩向那名女医生问道 尤美 你认识我这么久了 你见过我什么时候出过错 那名叫真子的女医生有些不悦地 瞪了叶浩轩一眼 然后用流利的滑下雨问道 你是谁 我是一名中医 你看看我这张脸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叶浩轩露出了一个友善的笑意 啊 你是医生 滑下来的那名医生 真子突然认出叶浩轩来了 是我 叶浩轩一点头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道 我想我还是别插手了 你们的国人现在对我似乎不太友好 你继续 你就当我是一个打酱油的好了 说真的 这老和尚的死活跟无关 只是叶浩轩念在这家伙 也是未得到高僧 想上去尽一点力罢了 不过想想这几天 在窝国的遭遇 他觉得自己还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比较好 万一出手把这老和尚致死了 那窝国人 肯定会把他的皮给扒了下来的 不 我看过你的资料 我知道 你在你们的国家 享有很高的声誉 你既然来到了我们的国家 我相信 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出手打人 而且 我觉得你的医德 和你打人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动不动就出手打人的人 你在你们的国家 是不会有如此的声望的 真子摇摇截头 他诚恳地说 所以 我希望你能出手 舅舅弥生大师 他是我们的信仰支柱 你按照你的诊断方法 去治疗就行了 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叶浩轩反问道 我当然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是黄氏医学院的医学人才 但是人都会出错 我相信 你刚才说的话 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 我希望你能出手救救他 但是我要提前告诉你 弥生大师之前有心脏病 以他的年纪 在这种情况下 引起心梗的几率是很大的 真子说 来了 药来了 师父的药来了 一个小和尚拿着一个瓶子跑了过来 这是一瓶塑效救星丸 没用的 不需要这种药了 叶浩轩摇摇头 他取出精针 开始为弥生治疗 弥生的年纪不算小了 他的脑血管硬化导致了脑弓身不足 刚才他发生晕倒的情况 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的年纪大了 多方面的影集 已经让他的支撑情况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他这一倒下去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很快就会瘫痪 然后就是在床上等死 就算他是得到高僧也不例外 在窝国有些僧人 只修佛法不修功法 所以他们尽管都是得到高僧 但是寿命却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甄子木不转睛地看着叶浩轩施针 因为中医交流的事情 他非常崇拜华夏的医术 他仔细地看着叶浩轩施针 不过过任何一个细节 叶浩轩下针的速度太快了 隔着僧袍夏针的他根本不需要刻意地去认穴位 他每一针几乎都是信手扎下去的 虽然不懂中医 但是 针子不是在一边认真的看着 随着叶浩轩每一针扎下 五分钟不到 迷生的双眼睁开了 他坐直身子 双手合十 对这叶浩轩说出一串窝语 他在感谢你的 小力跑过来为叶浩轩翻译道 这样就好了吗 真子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对 这样就好了 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带他到医院去做个全面的检查 叶浩轩收起了金针说 我叫浅田真子 黄氏医学院的医生 我想 之前一诊时发生的事情 可能有些误会 浅田真子向叶浩轩伸出了手 你姓浅田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这才发现 这个女孩和负责他们安全的浅田中村 有些神似 浅田中村对叶浩轩说过 他妹妹非常崇拜自己的医术 难道这个浅田真子是他的妹妹 是的 我姓浅田 我哥哥是负责你们中医团队安全的人 他叫浅田中村 浅田真子答道 我见过他一次 昨天出事的时候 多亏你哥哥 可惜我事情太多 没有当面向他道谢 叶浩轩点点头 昨天因为几个人的挑唆 所以 黄氏医学院一诊 当场混乱一团 叶浩轩这次带来的中医团队中 有一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中医 他们的行医经验十分的丰富 在华夏中医界 可以说是国宝一样的人物 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如果不是浅田中村 及时带来大批的防暴警察 非出事不可 但是叶浩轩不为自己抽那家伙的一巴掌 感觉到后悔 重新再来一次的话 他还是会狠狠的抽那小鬼子一顿的 没有 我该带我们的国民向你道歉才对 浅田真子一居公道 叶军 我在网上见过你治疗的视频 你的精真 可以说是真道病除的 我想验证一下 弥生大师的身体 现在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所以 我需要带他回黄氏医学院 去治疗一下 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 我要用事实证明 中医不是用来唬人的 叶浩轩笑了笑道 如果弥生大师没事 我会以我黄氏医学院首席 心脑科医生的身份公布中医的神奇之处 浅田真子说 谢谢 你的做法很明智 叶浩轩笑了笑 有美 我先走了 回头我去找你 浅田真子用窝语 吩咐了医护人员 扶着弥生大师上车 走到叶浩轩跟前的时候 弥生双手合十 向叶浩轩送了一句佛号 以示感谢 你竟然就是那位医生 那位叫有美的女孩感觉到不可思议 我只是华夏的医生 到你们这里本想把中医带过来 可惜你们这里的人 似乎并不怎么领情 叶浩轩颇有些无奈地说 或许 他们也只是被利用了呢 有美说 你是个好人 这只是暂时的 我想会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解决的 谢谢 你们的政府 正在解决这件事情 叶浩轩笑了笑 他好奇地问道 你叫有美 对 我叫有美 那你姓什么呢 叶浩轩对窝国人的姓 是不是太了解 古川 古川有美 叶浩轩的脸色变了变 他感觉到浓浓的蛋疼 这女人难道是 古川设的那个千金 对的 我父亲是古川麻氏 你刚来到窝国 可能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 古川有美甜甜的一笑 他淡淡柔柔的性格 是叶浩轩喜欢的那种类型 这种女孩 如果放在华夏 也是属于那种小家碧玉类型的 但是 叶浩轩实在是难以把他和那个在窝国人 近阶支的古川麻氏联想到一起 他的父亲是一个枭雄 而他的性格 却又如此小家碧玉 这让叶浩轩有种错觉 他觉得这女孩一定是投错了胎 我听说过古川设 就在前天晚上 我还和你们的设员起了些冲突 叶浩轩淡淡的说 哦 是吗 他们有没有伤到你 古川有美说 没有 他们的能力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得一提 叶浩轩摇摇头道 对不起 我代他们向你道歉 古川有美歉意的说 这与你无关 在你们国家黑社会的身份是合法的 对于这个规定 我感觉到很不解 叶浩轩说 其实社团和正当公司没有区别 他们也有自己经营的生意 而且近来来政府相关部门 对于社团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了 我想现在的社团已经不是以前的社团了 他们顶多不过是批这黑社会身份的合法商人罢了 古川有美说 我的父亲也是一样 他近些年来一直努力让社团的生意走上正轨 或许过不了多久 我们这里将不会再有古川设这个社团了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孩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她更加不知道 古川设其实也就是村政左府在窝国培养出来的附庸 对了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可以吗 古川有美停住脚步 只是这叶浩轩说 她的双眸柔柔定定的 看得人骨头一阵发软 如果能做得到 我一定会帮你这个忙的 叶浩轩苦笑道 我的父亲 身体似乎有些不太好 你能帮他看看吗 古川有美说 最后